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Viva Chicken 还这么大一包包起来 才40块钱啦 今天上半年 斯尔顿和AutoCamp合作啦 简直不要太激动 我们第一次的AutoCamp之旅 选择的是Zaya National Park 西安国家公园 这边一共有三种AutoCamp的类型 一种是我们今晚住的普通Airstream 用了7万个HiltonOwner的积分队 第二种是豪华版的Airstream 12万个点可以队 第三种是黑色的铁皮箱子 也是7万个点 我发现每个城市都一定会跟一个美食相连 像是有它我们就每次来都会吃Viva Chicken 像是夏威夷 我们每次下飞机就会吃AVC饭团 洛杉矶每次一下飞机就会吃In and Up 这边吃的一些烧毫变的食物 这边吃的一些烧毫变的食物 这边有点好的 这边有灰光炉 这边还有小冰箱 买的西瓜 还有一个料 这边是煮的 这边好 OK 炒面来很有装 还有火柴 还有这边的小铁儿 我以为是脏的其实不是 这个杯子就是这样 特意做成这样子的 就是有camping的感觉 还有这些 这个西安国家公园的autocamp 听说是去年才开始开起来的 一共是72个airstreams拖车的那种房车车型 看我身后就是 其实很壮观 真的很美 能在这里渣游 简直是太美了 我们的大本营 然后它旁边还会带一个泳池 里面非常凉快 这种桌游 然后这边有免费的咖啡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超市 就是我们白天就是在这边check in的 然后这个大厅长出了多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房车啦 这次旅行因为我们今天是在 Diane的autocamp 然后另外三天是要去 拉索里加斯带餐店 所以我们带了两拨行李 这一片亮闪闪的 就是拉索里加斯的 然后这一片呢 就是Ziane的 是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然后呢 这次是从国内的淘宝买了 这一件泳衣 然后还有这个帽子 还有这一套粉色的 一个是那种凤眉感的 一套小套装 然后还有这个超可爱的袜子 给大家拆想一下 这个袜子后面还有一个多拉M 都是从淘宝上面买的 这些包裹都是我六月末下单 七月一号到达 菜鸟集运仓库 然后七月五号就到 它们真的超级快 五天就可以到达 不仅如此 菜鸟集运空运标准五日带 还有晚到必赔政策 晚到有八十元陪付 而且官方集运有保障 无需额外购买保险 包裹破损 丢失都可以赔付货值 和全部运费 七天二十四小时在线客服 现在新人注册 还可以享受空运标准 免手中八十六元圈 还有计三单免一单手中哟 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旅游了 非常紧急的要从淘宝买东西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菜鸟集 你看它有专门的一个木头 它是叫做fire starter 就是它会吸这个火 你看见没 它这个木头是吸火的 然后它下边两个呢 有两个预备的木头 嗯 就是它这个得摆入这个形状 然后它才会帮忙拿这张 哦 祝安安 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我们去趴 安州斯兰迪 我们今天本来想要去爬安州斯兰迪 但是安州斯兰迪现在竟然也出千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爬的Narrows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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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漂亮 阿丽 阿丽求账 ZBAB求账 但是现在真的是一点都不热 看我的这边很可爱 开始走水路了 这传说中的摸着石头破坏 门来得太早了 水温太凉了 我们走了一小时 我决定还是不继续爬了 听说里面更满意 我们准备下一次改个中午的时间了 你待会把这小份留在门口给你 度一个有缘人 进来的时候看到这里有一个眼睛 给大家看看 你要打的 我要你家抽走了 拜拜 我们来 我们来 Zaya National Park 因为这个行程比较厉实 所以我们忘记带了那个国家公园的年票 但是呢 因为我们6点半进的园 而在8点之前 它都是不收我们票签的 所以说如果帮带国家公园年票的朋友 可以选择8点半之前进来 总的来说 Auto Camp真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回来的一路 跟很多美国朋友也聊到了这次经历 他们听完也都表示 没去过 很想去体验一次 当然除了优点 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会出现 第一个 我们去的时候天气太热 白天基本都需要开空调 空调生意非常大 还好夜间温度刚好是完美 气温 不需要开 不然真的会影响睡眠 第二个 房车的空间比较小 路也都是石子路 不是特别建议拉太大太重 或者太贵的行李箱 轮子会被石头磨坏掉 房车比较小也没有地方放 第三个 晚上一定记得关车门 不然进一车的小飞虫子 我们俩光赶虫子就赶了一小时 这不能完全怪房车 只能说我们它没有野外生存的经验了 第四个 热水气不是特别热 夏天去还好 洗完很凉爽 但冬天去真的要考虑好 Glamping跟Camping最大的不同 可能在Glamping 把所有的麻烦部分全部去掉了 好处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完全不需要自己准备野区的用具 基本拎包入住 人去就行了 而且整体的露营环境 是非常漂亮以及干净的 硬件设施 比如床 灯 电视和沙发 基本保持在了大车垫的水准 景色也很美 离发扬国家公园 仅20分钟距离 非常近 拜拜了 AutoCam 那我们的One Night in AutoCam之旅 结束了 那这个节目的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家再见